小天 站住 小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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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带你去哪儿啊 官爷 官爷 你们要带他去哪儿啊 罚场 你们给我滚远点 再靠近 隔山无论 小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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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带你去哪儿啊 还好好的吧 怎么要去罚场呢 到底怎么回事啊 你说话呀 怎么回事啊 娘 前年后要破的大水缸 我砸的 我当时骗你说是大扶弄破的 伤风咳嗽的药方 在我房间的五斗柜 娘 你要是感冒发烧了 就拿药房去抓药吃 包心堂的药材最实在 你说这些干什么呀 你说话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娘 你听我说 娘 你要好好照顾自己 老叔 我让他爱喝酒 你不要让他喝太多 你到底说什么呢 我找皇上救你去 娘 女儿不孝 下辈子才来报答您的大奶的 才来笑起你 把他带走 娘 娘来生见了 你们放开他 小鹅 放开他 娘 放开他 娘 放开他 放开他 绝希 绝希 小鹅 绝希 小鹅 绝希 家人 消禾 你这是要干什么去 我要去镇成天 千万不能去 不能去 小赫 不能娶啊 何天心 哀家本念你 医术精湛 整治哀家有功 饶恕你的女扮男装欺君之罪 霍格将你纳入后宫 本以为后宫的礼法能 让你这刁蛮习气有所收敛 没想到你却辜负圣恩 不仅离经叛道 放火焚烧佛堂 还变本加厉地陷害宗室皇庆 献哀家和皇上不子不孝 不仁不义之罪 哀家如果再放纵你 那是天地难容 太医院院士何天心 毒害皇族李云英致死 罪行恶劣 以大明律令判斩首失众 并暴尸三日一正明星 行行 我看谁敢杀我女儿 我看谁敢杀我女儿 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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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救命, 救命 救命, 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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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斩了我吧 放开我女儿 娘 娘 娘 还等什么 赶快行刑 慢着 娘 赶快闪开 皇上驾到 驾 皇上来闹法场 报人 儿臣参见母后 你好大的胆哪 竟敢扰乱法场 来人 把皇上带下去 太后有旨把皇上带走 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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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听见了没有 太后有旨把皇上拿下 住手 太后 这 这 你一旦牵地都在 谁敢拦我 胆大妄为 你以为我没办法治你了吗 大哥 别怕 大哥来救你 大哥你不要管我 大哥 绝不会丢下你不管 母后 距离破案的最后期限 还有两天时间 那是最后期限 现在所有证据都摆在面前 何天心已经化压认罪 证据确凿 你还想为他脱罪吗 那是因为 儿臣把他受不了严刑拷打 所以让他先认罪的 缓兵之策呀 母后 儿臣再要两天时间 要是两天之后 再抓不到凶手的话 一切 任由母后处置 皇儿 哀家曾多次告诫你 你全然不理 今天 甚至京东 京东列祖列宗 让百姓笑话 你眼里 还有国法 还有祖宗吗 还有我这个母后吗 你之前 在云音面前发过誓 要帮她 找到凶手 可现在凶手就在眼前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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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亲手砍了她 母后 不能冤枉无辜的人呢 等发现错杀的话 已经白白牺牲了一条性命 禁母后三思 你一再感情有事 不变是非 令哀家心痛啊 母后 儿臣 就只要两天时间去查明真相 好 那母后 就再给你两天时间 如果两天之后 你还无法证明 凶手另有其人 那 那我就要糟告天下 母后 我 非帝 烈一利君王 哀家绝无戏言 列祖列宗可以作证 在场的人可以作证 哀家如果做不到 天打雷劈 死无葬身之地 你想清楚了再告诉我 儿臣遵旨 母后 儿臣另有一事相求 说 时间紧迫 儿臣希望暂缓激压何天兴 让他协助儿臣破案 儿臣 如你所愿 何大娘扰乱发场 即刻押入大牢 听候审查 小天 赶紧走 走得越远越好 不要管我 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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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跑得远远的 所有有动机的人 赵太师已经排除协议 那李宝川呢 他这个老狐狸 肯让你查库清查 表示他一定有备而来 我看八成也查不出一朵花来 药丸库存数量 与清策相符 而且药库的药匙 是用木工正保管 这回可好了 咸鱼 斗鸡 都断了线 时间还剩两天 我们连个线头都抓不着 怎么办啊 大夫 都是我不好 是我拖累了你 对不起 不是 你让大夫上身了 你是被害者 你道什么歉啊 萧天 没事的 包在大哥身上吧 大哥一定会想办法 证明你是无罪的 到时候 大娘也可以平安出来啊 对对对 多关这两天啊 说不定大哥 还能帮你申请冤育补助什么的 好了 别想那么多了 你先回医护站 万喜休息 要是我没有消息的话 我立刻通知你 大哥 我看啊 你剩劫法场这招了 到时候 你要不要跟我们一起走啊 二哥 你可不可以先走开一下 我有话想跟大哥说 每次都把我撇开 有什么话我不能听的呀 我进宫以来不断给大哥添麻烦 现在又重现那么大的我 你千万别这么说 大哥明明知道 凶手不是你 只能眼睁睁看你还原受去了 还有两天时间 咱们想办法抓住真凶 才是当务之急 大哥 太后说要废地 不是开玩笑的 你要答应我 晚一两天之后 时间还没到呢 我不想听你说那些丧气话 你要相信我们小天 我一定会找出真凶 还你一个清白